一名刚从西非返回美国的纽约医师史宾塞 在经由伊波拉病毒检验后确定为阳性反应 33岁的史宾塞住在纽约哈林区 先前随着无国借医师组织到几内亚工作 而几内亚是西非伊波拉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之一 目前史宾塞已经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日本富士软片原本以相机底片起家 然而旗下的子公司富山化学工业却研发出 能够对抗伊波拉病毒的流感药物 先前一名感染伊波拉的法国女护士 在接受药物治疗后已经痊愈出院 随着伊波拉的疫情不断的升温 富士软片已经宣布将在11月起扩大生产新药 台湾高田23号召开董事会通过财务改革方案 透露明年4月将会调降高铁的票价 高铁通车已经有7年之久 目前累计的亏损超过500多亿元 年底即将面临破产的危机 对此交通部找来泛制强接手台湾高铁的动作 并且提出财务改善的计划 也同意将高铁的盈域特殊期 从35年延长至75年